嗨,大家好,我是林嘉宇妹 我要下去收一下那个酒坛子 希望他们不要再调皮,再浮上来了 走吧,现在下去 这几个酒坛子本身就是大海冲上来的 是棉被的 我觉得是这个地区才走来现点的 那我过去去看一下有没有货吧 这个不知道干嘛了,里面怎么都没有水 这个应该没货,里面都是泥沙 空空乳液 水流不进去,那我只能用桶了 今天还好带桶过来了 我只想水给他加一点进去 看会不会浮起来 鸭炎死了 好了,收下一个 鸭炎死了 喷 它是鸭炎死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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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螃蟹 是发麻 应该是发麻 没错 就这么又射进去了 看这个尾巴朝外面 不是鸵朝外面 想着说你们别来打我 鸵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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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手臂球的鸵 花满了 好久没看到这种鸵 这一个要给它买到 这个每次都能做蛋了 好蛋啊 非常有节奏的跳舞感 有没有感觉 太高兴了 抓到一条满鱼 侧子再来一脚 希望它不要离我远去 好了还有最后一个 那一个给漂到那边去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货 本来是埋那边的 这样子它都能落在这边 那那边为什么就不能待呢 而且这边平常都不涩 不埋在这边的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这边 我们这边是有育苗的 海力养殖场这边 然后它每天展潮的时候 它那个床会开到这边 所以我没有埋在这个高的地方 埋在相对比较低的 不会给船割到弄破什么的 看这情况应该就是没有了 有啊有啊有啊 我还以为真的没有 我以为是青水 我在这边高兴那样 我两个钳子挺大的 还可以 今天就只有这两样 一条花嘛 一只石头鞋 还行还行 总比没有的好 而且酒坛子都没有漂走 扶不起来 扶不起来 稍微斜一点 我到时候好钳 不然太重了 累啊 今天就两种烧物 一条花嘛 一只石头鞋 没想到 谢谢了 我要回去了 大概有个两斤左右吧 比我的手臂都要出 因为我应该 它又要传起来 回家吧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